好 大家好 看到熟悉的臉孔真好 表示可以不用用英文講 不過擔心了非常久 因為我英文不太好 那接下來我就用中文的方式跟大家介紹 有關於Scratch跟外部感應器 就是在台灣國中跟國小怎麼樣融入我們的教學 還有我們的社群是怎麼樣去經營跟發展的 首先我們來看到就是在2013年的8月份 在我們的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用非常大的一個篇幅 它報導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它說在歐美國家的小朋友 他們已經不再學 不再學什麼呢 不再學鋼琴 不再學畫畫 不再學這些作文 那我們就很好奇啦 那我們常常都一直在講說 小朋友不能夠輸在起跑點上嘛 那如果你不學這些 接下來你要學什麼呢 好 原來中國的教務部呢 他在全球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他說從2014年開始 他們英國的小朋友 從5歲開始就要開始學城市設計 也就是所謂的城市編解 那在這個部分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國家的小朋友就會覺得說 從5歲的時候開始學這些 對他們來講會不會太難了呢 尤其是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印象當中 其實有關於所謂的編程 它其實就是很多的一些城市語法 它必須要用到很多英文的單字 甚至什麼呢 它需要有一些邏輯計算的過程 那有時候對我們這些成人來講 感覺都有點複雜 有點困難 那對小朋友 尤其是5歲的小朋友來說 他們真的沒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也把它引進到台灣來 對小朋友的邏輯思考 是有幫助 還是把它們嚇死了 真的是投下一顆震撼蛋 把大家炸死了呢 好 我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其實呢 在有關於城市編解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開始還沒有推所謂的外付改革器 在台灣我們已經有在推一個叫做 Squatch的城市設計 那這個Squatch的城市設計呢 它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他們的中生幼稚園團隊 所編寫的一個城市語法 它是利用堆積木的方式 透過圖形化的介面 然後帶領小朋友去做一些邏輯思考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台灣 從2007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推了 那我剛剛說的那一則報導 是在2013年的8月份 才在全球開始做這樣子的一個推廣 其實我們台灣已經在Squatch的部分 提早6年就已經在做推廣的部分了 好 那Squatch的部分呢 它其實就像你現在看到的一樣 在右手邊的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對不起 在右手邊的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利用堆積木的圖形介面 告訴你說 在我的介面上呢 會有一個綠色的旗子 當綠色的旗子被點一下之後呢 那我的這個主角 也就是我這隻貓 它就會往前移動石步 而且發出尿一聲 好 那所以呢 很簡單的就是 我們只要按一下綠色的旗子 那這隻貓就會往前走 然後出現喵這樣子 好 那你就會發現到說 以前我們如果在編寫程式的話 想要做這樣一個動作 你可能要怎麼樣 寫非常多的語法 然後可能還要背一下單字 才會把語法拼對 可是現在小朋友他們學程式 已經跟我們以前不一樣了 他只要透過堆積木的方式 就可以帶領他怎麼樣去認識這個程式設計的概念 好 那小朋友就會覺得說 齁 你不早講有沒有 都快嚇死我了 好 是的 其實很多 因為其實小朋友的觀念都是大人給他的 當大人覺得說 欸 死大可 這好難好難喔 那小朋友就會因為聽報告媽媽說好難好難 他心裡面就會有一個預設觀念 就是欸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難的 可是我們通常就是讓小朋友看到那種 堆積木的方式之後 他就會覺得 欸 原來我只要透過拖拉的方式 我就可以做一個小故事 我就可以做一個小遊戲 原來程式設計已經變得這麼簡單了 已經跟我們以前想的完全都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2011年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說的 其實2007年我們就已經開始在推Scrash的部分 那其實在2011年的當下呢 我們已經開始接觸到一些有關於 外部感應器的Sensor 可是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把它結合到 就是Scrash這一個部分 因為呢 在2011年的時候 在台灣 我們的資訊教育開始在做一些改革跟改變 那我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的資訊教育 它只有螢幕 它只有Keyboard 它只有滑鼠 那這樣子對小朋友來說夠嗎 好 那我們在台灣其實一直有一個口號 就是我們要把資訊融入教學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樣呢 把教學的這個部分帶出電腦教室 好 那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把資訊教育帶離開了電腦教室 也就是說你再也沒有螢幕了 然後你也沒有那個就是鍵盤 你也沒有滑鼠了 那在一個沒有鍵盤 沒有螢幕 沒有滑鼠的這個世界裡面 這還叫做資訊世界嗎 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樣子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 在這個同時我們認識了在台灣有一位范韻平范老師 這個老師他在台灣滿有名的 那他有名是因為說他以前他常常在國內帶著很多學 就是小朋友出國去參加樂高機器人比賽 而且他在全球就是幾乎常常拿獎 全球是數一數二的拿獎高手 那時候呢 我們在各地推廣有關於scratch 以及外部感應器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們接洽 他就想到一件事情說 因為他一直在推廣樂高的部分 那不曉得說樂高的這個感應器可不可以跟我們 目前正在國內推廣的這個感應器 能不能有一些結合 或者說做一些變化 然後大家一起來推廣scratch的部分 好 那認識他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了一些就是拜訪 以及認識一下說你在堆積木 把它變成真正的積木 在scratch的部分是怎麼樣去應用的 所以我們就去運品老師他們的那個上課的那個地方 看他怎麼樣去帶領小朋友做這些組合 那運品老師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是怎麼樣scratch跟樂高做結合 然後呢 他也展示了一些他的一些小範例 那當下其實我們有一些老師 已經對一些外部sensor已經有研究了 所以我們那一天去就有老師展示那個用在體育課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資訊要融入教學嗎 所以他就把它用在體育課 就是算小朋友的福利品生 欸 你做了多少下的福利品生 好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Kinnate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因為他在台灣有一陣子也非常的風行 就是你在Kinnate的前面把一些動作 然後在電腦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到你控制了一些 就是遊戲啊或者軟體呈現了一些不同的那個風格 好 然後呢 在2012年的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自從就是認識了這一些之後 一直希望說那我們要找一些同好 那我們要來評估一下如果今天這個部分 他用在台灣的就是這個資訊教育裡面真的有用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只是一頭熱覺得說 這個對小朋友有幫助嘛 然後我們大人自己玩得很開心 可是小朋友他沒有辦法融入 所以我們要去做一些評估 而且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我跟惠美老師兩個人在進行推廣 那我們會覺得人力其實不太夠 因為你既然要去推廣的話 一定需要一個team 然後需要很多人來加入 好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就辦了幾個就是研討 就是簡單的一些會前會、籌費會的部分 我們就是去邀請一些就是各個縣市啊 我們發訊息給大家有沒有興趣啊 如果你對這個部分想要進一步的了解啊 或者有興趣的話你可以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找到了一位王先生 這位王先生他是在科技業 他做什麼呢?他一直想 因為他對漢階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他自己常常動手做了很多的一些 就是IC版 然後可是他做完之後 他就自己就是做著高興 然後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用 所以那時候他收到了我們這個訊息之後 他就覺得說 欸 這個部分好像跟我做的那個IC片有沒有 好像會有一點點關聯欸 我是不是來聽聽看你們在玩些什麼 所以當天他來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們介紹說 他做了一些IC晶片 然後他有測過可以跟Squatch結合 然後他想說他介紹給我們 不曉得說對我們推廣會不會有些幫助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玉萍老師當天呢 他也跟大家介紹說他怎麼樣有沒有 利用一些就是樂高的積木 然後去組合很多像機器人啊 自走車啊這一類的 然後跟小朋友分享 然後帶小朋友去做競賽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當然就介紹了非常多 他目前去參加過比賽的一些 就是他們的那個範例 還有他們的作品 好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都需要動手做 所以當天我們就 玉萍老師就帶了非常多組的那個 就是Sensor 然後讓我們現場組裝 然後我們就去體驗一下組裝完之後 你要怎麼去結合 然後把它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你就會發現到 每個老師都來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外部感應器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就是新鮮 然後大家拿著一組一組的東西 開始在做組裝 好 那經過了兩次的會前會討論之後呢 我們就統整了一些大家的意見 然後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目前在台灣就是在國內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一些比較常用的外部Sensor 那比較常用的大概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Arduino的部分 那Arduino他其實蠻平價的 而且他可以用非常多的應用 他是我們目前推廣最多的一個應用 再來就是剛才有介紹到的Kinnate的部分 那Kinnate的話呢 他是利用體感的方式去控制 就是有關於電腦的部分 那這些我待會都會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範例 因為在國小跟國中有沒有 其實小朋友他們上課是坐不住的 尤其是在我們的電腦課程 就是如果說老師只要稍不留神 小朋友就開始玩電動、玩電動有沒有 然後私底下就自己打起來了 所以你要讓他能夠專注在 就是你上課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電腦課 小朋友愛玩嘛、愛動嘛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Kinnate的讓你玩、讓你動 然後又可以讓你去學這些就是邏輯概念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就覺得說 有滿多老師也有使用這個Kinnate 他列為我們推廣的重點之一 好,那再來有一個Launchpad Launchpad的話呢 他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王先生 他自己原先他自己有一些IC板 可是做完之後他不曉得要怎麼去應用它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其實在國內並沒有人生產 這些外部感應器的板子 像我們那時候Arduino的部分 其實在國內也沒有生產 所以他那時候就說好 那幫我們試著做看看 所以你看到這個Launchpad的 其實就是他幫我們實驗的這個部分 他第一次實驗我們做的10片 他就做了快要兩個月 因為他是純手工打造 所以你目前看的這個板子 就是完全純手工的板子 好,那他第一批就是10片 然後我們後來就想說啊不行 萬一我們下去推廣了可能一間教室要30片 那我只要跟你下訂100片 你可能就要做一年了 那你怎麼來得及呢?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思考一件事情說 嗯,是不是有一些替代方案 那後來我們的確是有找到替代方案 不過這個是我們當初 就是自己研發的那個Launchpad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是Picobo Picobo呢 這個部分是因為混美老師他那時候去美國的時候 他看到說美國的小朋友 他們有在玩Scrash跟灌度感應器 那他們使用的就是Picobo的這個部分 那他美金大概是大概好像是300多塊吧 就是折合台幣大概要1500多塊 那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 1500多塊對小朋友來講會不會太貴了一點 然後那時候想說 嗯,在我以來講應該是還好 因為其實現在的父母還滿捨得花錢 就是栽培小朋友的 但是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Picobo它只有輸出的功能 它只有Output,它沒有Input 那變成說我們在推廣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限制 好,那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在想說 嗯,一開始適不適合 那我們當然後來也有找到解決的方案 只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覺得說 它對入門的小朋友來講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選了這四個來當作 是我們就是主推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最主要是因為說國內比較多老師在玩這四個Sensor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看到就是 在2012年我們已經覺得說 欸,大概就已經準備就緒了之後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就是S4A教師社群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破冰之旅 其實破冰之旅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希望說我們要找一些核心的成員 所以我們預計就是大概十個老師就好 結果想到那一天來了三、四十個老師 然後讓我們有點驚訝,就說欸,天啊 怎麼就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因為我們本來想說其實在國內我們跑了一年 感覺好像都沒有人對這個部分有了解 所以我們想說好,那我們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找到十個核心的老師 然後大家一起來研發一些教材 然後一起來做推廣就好 結果想不到那天來了三、四十個老師 然後我們就有點嚇到說那怎麼辦呢 還好你不便宜萬便 我就幫大家分組 剛剛我們不是有四個不一樣的Sensor嗎 所以我當天就把大家分成了四個小組 我就讓大家就是輪流去體驗這四個 他怎麼樣用在教學 然後他可以怎麼樣跟Scratch結合 好,所以目前看到的這個是Arduino的部分 好,然後孕萍老師當然就展示了一些 他怎麼樣帶小朋友去比賽 怎麼樣把樂高變成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在Arduino上面去玩 好,然後當然你們會看到就是也有人來分享說 他們目前已經怎麼樣就是用Scratch跟外部感應器結合 再來這就是樂高的部分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 因為樂高其實在台灣來講它的價位比較高 所以通常都是那種老師零選過的一些 就是比較私優的學生 可以去學這些Sensor然後去比賽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在想說 我們既然要推廣、一定要普及 所以樂高的這個部分其實沒有在我們的考量 因為它的那個價位比較高 好,那再來你還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Launch Payton的部分 好,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大家體驗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推廣活動 所以我就開始推就是開始計畫說我要怎樣去做推廣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先參加了一個2012的MACFARE 其實它是第一次在台灣 就是有可以讓除了廠商之外有教育的這一些 就是單位能夠參加 那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呢 比較不一樣就是因為那時候在國內 我們只有一個S4A教室社群 裡面呢,我們才剛加入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沒有什麼作品 那我們就分成了就是三小組 當天來的呢 可能有家長、可能有學生、可能有學校老師 有很多MACFARE 然後我們就用我們就透過這些老師去跟他們講說 欸,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很新奇 那它其實不是未成品 它其實已經是做好的一塊板子 然後它怎麼樣去跟電腦結合 好,那你目前看到的這個是Arduino的部分 由我們的其中五位老師來做介紹 然後再來是Keynet的部分 好,然後還有一個就是Launchpad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幾個Sensor 我們就是在現場的時候一個一個去講 好,那也經過我們這樣子的推廣之後呢 其實我們核心的成員就越來越多 因為很多老師看到說 其實他們在資訊課程啊 每次都是教Word Excel PowerPoint 要不然接下來就是教美工繪圖 他們覺得說每年這樣交交交 然後到了就是國中之後就是初中之後 他們可能又重新再學一次Word Excel PowerPoint 可能是國小的時候學的可能是2003版 接下來換2007版 然後再來2010版 他就會覺得說 唉呦,我好像每年這樣教我的教材都不用翻新 然後我們在做這些推廣活動的時候 他其實就興致缺缺 他就覺得每年不都是這樣嗎?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經過我們在MakerFail 這樣推廣的時候 他們突然覺得說 欸,好像電腦課讓小朋友玩玩這些 自己動手做好像也滿新鮮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核心推廣人員呢 就越來越多 我們目前已經有113個老師了 然後我們每個月就是在我們的那個論壇上 還有我們的Facebook上面呢 只有老師他們會一直分享他們課堂上的作品 還有範例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的Facebook 目前已經有625位老師一直在上面 就是常態性的做一些分享 不過大家如果要看我們的Facebook好像要翻牆 我們要看得到 對,可能那個部分 好,那除了在國內推廣之外呢 其實大家一直有個夢想 就是我們所有的東西呢 希望能夠從海外能夠紅回台灣 因為感覺到好像就是過了鹽水有沒有 就會有那種加值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欸,我們除了在國內推廣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到國外去看看 國外的人他們怎麼樣去玩Scratch 怎麼樣去玩這些就是外部的Sensor 好,那我們之前第一站就來到了上海的 那個上海師範大學 那那時候我們是跟一位那個王旭青、王教授 就是接洽 然後那時候他就安排了我們在當天 有做那個Scratch跟外部感應器的一個展示 然後還有就是有關於我們在Open Source 就是自由軟體的這個部分的推廣 然後在國內是怎麼樣 他用在教學然後去結合的 好,那這是當天的就是蠻還蠻多人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學校已經放假了 我們去的時候是暑假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想說 啊,完了,暑假好像學生都已經回家了 真的會有人想要來聽這個東西嗎? 而且因為那時候 那個跟我們接洽的王旭青、王教授 還說Scratch我是有聽過啊 可是那個外部感應器是什麼? 這個東西會有人想玩嗎? 然後我們想說啊,完了,完了 跟我們接洽的老師都這麼說了 那當天會有人想要來聽嗎? 欸,想到當天還蠻多學生 就是看到了這個訊息之後 自動自發的 然後就一起來參加了 所以我們當天就是收穫還蠻多的 然後大家也提問了一些 還有給我們一些建議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會整之後 我們回去就做了那個很大的那個改變跟計畫 好,那有什麼改變呢? 回去之後呢 因為我剛剛說了嘛 我們七月份在暑假的時候 來跟大家交流完 八月份我們馬上又再開了第二個那個 就是我們的聚會 那我們這次的聚會呢 它取名了中文名字叫做再序全圓 其實就是再序前圓有沒有的一個諧音 那個前圓我把它換成全圓 泉水的泉 然後就是源源不斷的圓 因為我希望說 透過我們第二次的這個聚會跟分享 我們可以激發老師更多的創意 他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教學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應用 然後可以把它帶回去 因為其實在台灣有沒有 我們的教學生態是這樣的 就是在寒假跟暑假是很多老師 他在做一個備課的動作 他會把例如說他可能接下來 下個九月份到十二月份 他要教授的一些課程 他會在七月份跟八月份的時候 開始做這些課程的準備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候 就會開始到處的去參加一些推廣活動 因為他開始吸收一些新的資訊 然後把這些新的資訊 放到他新學期的那個教學課程裡面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希望說 當你這一次來參加的時候 你就可以激發出一些創意 然後做一些教案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第二次就把它取名 就是再序全圓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當天來的時候 就是剛好颱風也來你知道嗎 然後那一天就是全台灣 就是所有的單位都放假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啊完了怎麼這麼巧呢 就是我們這時候剛好辦活動 颱風又來 然後我們想說那我們是要 到底是要停就是暫停呢 還是要無期舉辦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去問老師 結果每個老師都非常熱情的告訴我們說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來有沒有 就算是半天也好 然後因為當天早上其實 看不出有什麼颱風的跡象 就是還蠻合陸地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 好吧老師那你們就一起來吧 然後當天大家下午的時候 就開始你的英語交加 所以大家有滿多老師 中午的時候就離開 但是在當天早上的時候 其實大家交流了很多 例如說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他是把Scratch跟外部的感應器 做在英語教學 就是他把它融入到英語教學的部分 所以你們當天這個就是曾老師 他就來介紹一下就是他們 因為他有成立一間公司叫做標機器人 就是他利用機器人有沒有 然後來就是做這方面的教學 所以他那天就來分享 好 然後再來我們社群的夥伴呢 伊瑪貓他來分享一下就是 他把那個Lunchpad 怎麼樣就是用在教學的部分 他是把它用在程式設計的部分 所以他又來分享說 他怎麼樣用程式設計 然後做了一些小遊戲 然後他還怎麼樣去加那個外部感應器 就是他可以把它插拔到另外的那個感應板上面 然後隨他來分享一下 怎麼樣就是除了Lunchpad之外 還可以把它變成第二塊板子 第三塊板子的應用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國中老師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國中跟國小的小朋友 他們的破壞力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的電腦呢 就是那種硬體設備很容易就被搞壞了 尤其是我們的那個光盤有沒有 就是他每次都很容易被小朋友一撞就壞掉了 那壞掉了怎麼辦呢 就是學校常常都淘汰了非常多的這一些光碟機 那淘汰了之後這個老師他就想說 呃這些東西丟掉了好可惜喔 不曉得能不能再把它再生利用 所以他那時候呢就很很新奇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的光盤他是可以這樣 就是抽拉抽拉有沒有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了一個 就是手動的那個充電器 因為我們常常很多人就是台灣 每個人都有智慧型手機 那智慧型手機一下子就沒電了 所以我們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會有一個叫做隨身電源 那隨身電源常常就會需要去找插頭嘛 那萬一沒有插頭怎麼辦呢 所以那老師他就用這個做了一個 就是可以充電 就是你要手動拉拉拉拉拉拉 然後然後他那個就是可以幫那個隨身電源 就可以充飽電 所以他那一天來的時候他就帶過來 然後那個颱風天馬 大家閒來無事每個人幫他拉了十分鐘 他的那個電源就充飽了 然後我覺得原來這個壞掉的東西還可以這樣子來玩 這是以前大家都沒有想到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收穫還蠻多的 好 所以他就教大家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壞掉的光疊跡有沒有 怎麼樣接這些杜邦線啊 然後怎麼樣去結合 然後他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那個手動式的充電充電的那個部分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就韻平老師他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他怎麼樣坐藍牙的自走車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我們希望說小朋友的那個資訊教育 不是一直綁在電腦前面 我們希望他能夠走出教室 所以那時候他就來介紹怎麼樣透過藍牙 去控制這個就是自走車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我們第二次就是聚會的時候 一個最主要的分享 好 那除了這個分享呢 剛剛我們就看到的那個老師 他不是就是把壞掉的光疊跡 然後讓我們就是看到說 因為那你把它改造一下 他就可以做成了一個就是那個充電 就是可以充電的那個用具 然後我們就想說 其實在我們台灣呢 很少人看到這一塊 那我們是不是如果買不到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動手做 所以我們那一天就是 在我們第二次再去全員的這個聚會的時候 我們就是覺得說 其實動手做也感覺也很不錯 那我們如果透過動手做 甚至可以把Scratch跟外部感力氣 從國小、初中可能延伸到高中、高職跟大學的部分 他就不會只focus在於就是小朋友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利用 好 所以我們當天就覺得說 欸 這好像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開始辦了一連串的那個 焊接工作坊 那焊接工作坊的時候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像我本身呢 就是我並不是學電子、電機的 所以我對一些什麼電阻啊 還有什麼杜邦線啊 還有麵包板啊 其實這些我都搞不懂喔 然後那個老師就非常熱心的帶我們去五金行 他就開始介紹就是店主怎麼分有沒有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買 然後買回來之後要怎麼樣去進行焊接 所以還蠻有趣的 我們就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焊接 然後在焊接的過程當中 我們除了就是自己做板子之外 還其實還另外學到了非常多的知識 例如說你要怎麼樣去做焊接 那那時候我就跟老師分享了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焊接的過程當中 以前我的老師跟我講說 你焊接要把那個焊息弄得圓滾滾的很漂亮 結果我焊接的時候 我之前去買了一個就是 那個DIY的那個咖啡壺 就煮咖啡的那個盤子 它可以加熱 然後我把它焊接完之後呢 我一插電它就砰爆掉了 我以為我買到瑕疵品 我就拿去跟老闆講 所以為什麼我一插電它就爆掉了呢 然後老闆打開來看看 他就說喔這個是人為殊師 我沒有辦法賠給你 我說為什麼是人為殊師呢 我都按照了那個說明書 好好的焊接 為什麼是人為殊師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因為我把那個焊息有沒有 不小心碰在一塊了 因為我每一顆都圓滾滾的很漂亮 結果他就把圓滾滾的圓滾滾 就被我串在一塊了 所以我一插電它就砰說原來是這樣 就是不經一試不展一智有沒有 就一學到了 不過那是花了一千五百塊的 沒有才學到的代價 所以那天就是在那個焊接的時候 我都去問你老師說 老師老師你那個焊接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的焊息絕對不能夠就是碰在一塊 否則待會它可能就會燒掉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場的演習 好那這是第二場的部分 就是剛剛那個老師 他在教大家說你做好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去跟外部感應器做結合 好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到其實每個老師都非常認真的 我們要開始在做焊接的部分 那其實不管我們再怎麼小心的去做這些 我們其實不良率還蠻高的 因為你焊洗面的部分如果你焊錯的話 其實是不太容易代表它救回來的 你知道嗎 好那這個是我第一個做好的作品 雖然就是有點醜醜的 可是很有感情因為是自己有沒有DIY做出來的 那這是我們第一版在做推廣的這個部分 好那後來當然就是我們有找到廠商來幫我們生產 所以說比較漂亮 但是這是我做的 所以還憑我感情的 好那2012年呢 我們就開始茫茫怒怒的過完之後 就來到了去年就是2013年的部分 那2013年呢 我們就開始一樣嘛 首先參加Meta Fair 像昨天跟今天是2014年的Meta Fair 就是我雖然在這 但是我的夥伴呢 他們都在台北 這次他們有去展示一些 就是我們2013年辦的一些小朋友的競賽 他們就把那些小朋友競賽得獎的作品拿去展覽 那我們在2013年跟2012年最大的不一樣 剛剛說2012年是我們有三位老師嘛 就是現場會大家解說 可是我們來到2013年 你目前看到的這一些全部都是小朋友的作品 因為我剛剛說了 我們把這一些就是帶到小朋友 就是學校裡面的諮詢教育 那小朋友在課堂上就是老師可以教他們 怎麼樣去做應用 好那你目前看到都是小朋友的作品 例如什麼呢 像這個它是國中生做的 就是藍牙自走車 可以透過我們的智慧型手機藍牙配對之後 你就可以就是控制這個自走車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那是台中的 好那你接下來看到這是高中生的作品 他是用那個一排LED燈 那時候我很好奇的去問他說 欸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那個scritch啊 那你為什麼就是展示了一排LED燈要幹嘛呢 然後他就說待會你就知道了 就是想說到底是什麼呢 結果原來透過視覺戰流 就是他就可以組合成一串字 那這個部分的這個高中生 他接下來要去申請那個專利 因為他我四月份的時候 還有辦一個活動 我有請他們來分享 他那一天就拿了一根棒子 那我想說你該不會想要來打棒球吧 原來那一根棒子上面 他貼了一排LED燈 然後你揮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會跑出自來 所以當下每個人都拿來揮 你知道嗎 我都很擔心那個棒子飛出去打到人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申請一個專利 就是未來可以透過雲端嘛 大家都要講雲嘛 就是用那個網路有沒有 然後就是一根心 然後你去參加演唱會的時候 就可以周杰倫我愛你有沒有 然後如果換下一個的時候 換蔡依林我愛你 大概類似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想不到他們可以從LED燈 然後去延伸出這麼多的創意 是我們平常其實沒有想到的 因為我們想LED燈通常都是一整排嘛 一整個板子 然後就是做跑馬燈用的 想不到一排就可以有這樣子的作用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跳舞店 這個是在台灣呢 大概是2005年吧或2004年 非常豐盛就是全台的一個跳舞店 他就是可以透過這個上下左右 然後練習那個就是你的那個節奏感 然後可是呢就是你知道風型的東西 就是一陣子之後他就樹枝高隔了 沒有人要用 可是其實這塊板子不便宜也很貴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要再把它拿出來應用 那怎麼用呢 所以我們就有老師把它結合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Mario 瑪莉歐有沒有 然後小朋友就可以透過他 剛剛不是說的嗎 小朋友很喜歡體感啊 動來動去跳來跳去的 他就可以透過這一塊板子 除了可以練習跳舞之外 還可以玩瑪莉歐 然後我們覺得還蠻不錯的 原來很多東西其實他不只是就是你想像中原來的用途 他只要稍微發揮一點創意 然後跟不同的軟體結合 他就會有一些新的一些應用 好 那再來呢 這也是小朋友的作品 這是國小三年級的小朋友 他用什麼呢 他就用那個就是那個保麗龍 然後外面加上那個鋁箔紙 然後當他們碰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會有導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前面的電腦就會有爆炸 因為小男生很喜歡打打沙沙嘛 然後電腦就會發出這個聲音 好 然後另外這個也是小朋友 就是三年級小朋友的作品 就是當你手去碰到那個香蕉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這是香蕉有沒有 黃色的皮 然後他富含有沒有 耳殼是富含撇 然後大概類似這樣子的 他是做一個水果的介紹 那這個待會我有實際的那個影片可以給大家看 這是小學三年級的作品 好 那這個是 好 那再來就是現場 當然我去參加那個費兒之後 就會有很多人覺得說 欸 你們做了這麼多的東西 那你們這些軟體很貴吧 好 那這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 就非常熱情的告訴他說 這個軟體不用錢 我可以現場教學 所以他真的就現場開始教學 說你看你只要這樣子拖拉拖拉 一個遊戲就出來了 所以呢 當場就小朋友就開始玩遊戲了 就是透過剛才那個 我們透過光影電阻 就是他透過光的那個感應 你就可以讓你們的人物進行跑步 賽跑比賽 所以你就會看到小朋友 他們就在那邊拍那個光感 就是光感應的那個部分 然後就可以有那個競賽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 除了這些相關的推廣活動之外呢 我們也有發表一些論文 參加一些國際研討會 那你目前看到的這一個呢 是第四屆全球華人創新研討會 它是很多集合很多華人 然後來做一些創新研究 那它是發表一些paper 我們的這個paper還拿到了 當屆的最佳論文獎 就是大家對這個部分就覺得它很創新 然後而且是算是蠻新奇的一個東西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還參與了就是2013年的 第一屆的那個科學玩意節 科學玩意節裡面呢 它是這樣的 因為呢 就是它其實是在一個科學館裡面 它希望可以介紹很多跟科學有關的一些 就是應用然後給很多的小朋友 那它的小朋友呢 比較鎖定是從3歲到12歲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他就邀請我們 因為他覺得說 欸 你們這個部分讓小朋友 他們在學習的時候好像很容易耶 那是不是可以當場就是來介紹一下呢 好 所以我們那一天就介紹了幾個 你相信嗎 這個夾糖果雞是7歲的小朋友做的 他用他以前不要的那個雞木有沒有 然後自己弄了一個那個夾糖果雞 然後那一天我們的糖果損失了不少 因為每個人都來夾糖果 沒有 一排 排有人再來 排有人再來 好 然後另外有一天他展示了一個 也是把他以前小時候不要玩的那個車子有沒有 跟他的那個金木 然後他就做成用吸管吹 然後就可以跑步 然後那裡面有那個就是震動的那個反應器 其實他本來是用聲音啦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的那個展場非常的吵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啊啊啊啊大聲的喊 車子才會往前跑有沒有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展場太吵了 所以我們就換成那種吸管吹 好 然後另外這個是空氣槍 這個是國中生的作品 就是透過那個寶特瓶然後加上氣球 然後還有固特牌做了一個空氣泡 好 然後這個是一樣就是我們當天坐的自走車 跟那個氣體 路上氣體 他也是透過藍牙來控制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那個手動的那個吊臂 好 那這個藍牙一樣自走車還可以就是對打 看可不可以把對方的那個乒乓球給打下來 就是兩邊可以玩競賽 好 那除了剛剛這些展示之外呢 然後我們台灣也辦了第一屆的那個自由軟體 推廣達人競賽 那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其實我們去參加這麼多活動 我們也做了一些進入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去參賽 所以那時候我們參賽 想不到我們拿了優勝拿了第一名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拿了就是 獎品是那個iPad的表台 就是還滿興奮的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接下來還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還有辦研討會 那這個研討會就是我剛剛說了嘛 我們就是很多老師把它用在教學上 那我們希望說這些老師 你來告訴大家你怎麼教 因為有些人都說 啊啦 常用很難控制啦 我班級沒有辦法這樣教 那我們就請了這些老師 學校的老師 你實際來告訴大家 你怎麼樣用在課堂上 你怎麼樣帶小朋友 有沒有 在這個課堂上 然後進入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來就教學 好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參加國際研討會 這個是第一屆的那個香港開放研討 在香港 然後我們那一次去參加的時候 還跟那個百元電腦LPC接上線 因為他那一天聽到這個之後 他覺得說 欸你們這個Sensor真不錯 那我的百元電腦有沒有 可不可以用呢 因為他覺得說 百元電腦計畫在推廣的時候呢 好像沒有一些新的東西 他一直想要注入一些新寫 所以那時候隨差即用 哇 他超happy的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板子你們在台灣怎麼賣 我們當下就送給他了 有沒有 因為他是亞洲區的那個就是副總裁 如果他能夠用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部分應該會很夯的 所以我們當下就送給他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在台灣也辦了非常多的夏立寧 因為台灣的小朋友嘛 就是冬天有冬立寧 夏天有夏立寧有沒有 讓他們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就是去玩一些新的東西 好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 就是我們的網站會介紹 關於我們最近的一些活動 還有一些相關的報導 這個是在我們的網站上 好 那我們的SensorBoard 我們目前看到這個是PicotBoard 他裡面就是有光感應啊 聲音感應器這一些之類的 好 那這個是一個應用 這也是 這在YouTube上面就有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應用 所以我就不展示他 那這個是我們後來請國內有沒有 我們去找了一些廠商幫我們申請的 他叫做那個就是我們叫他叫做那個EDUBoard 就是我們另外請人家生產的 那我們有去改容過 他也可以有input也可以有output 就是跟PicotBoard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是Lunchpad的部分 就是剛剛我們有說到的 就是我們的王先生他純手工靶造 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請他生產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額外弄的一個擴充版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說龍曲pad的好處就是他可以變成很多個板子嘛 可是因為那個先生他純手工太累了 所以我們就請人家另外生產了 跟他非常雷同的一塊板子 好 那這個是那個Gaping就是Kinnate的部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就是大家看一下他是怎麼樣去控制那個遊戲的 大家再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小朋友呢 這邊有一個Kinnate 好 那他在動的時候這邊就會有遊戲 他就可以透過身體的律動 然後來玩遊戲 好 那這個就跳過 時間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看到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Aduno的板子 Aduno的板子是我們目前沒有比較常在國內推動的部分 因為他有input有output 而且他可以結合到剛剛你看到的藍牙字走稱 他的那些就是靈活度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部分為主 好 那你來看到這個夾糖果雞 夾糖果雞 就是7歲的小朋友做的 這紅糖酒他才肯入 我今天要介紹我做的夾娃娃雞 他是用什麼做的 他是用水櫃琴寶Ademo做的 然後我本來是用B站感測器 可是因為陽光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它改用用搖桿 然後我們搖桿就往來 他就會跟著 他就會那個 移到哪裡 然後只要 只要我們那個 我們按 我們用兩個按鍵 然後 按下黃色的他就會往下動 他就會往下 吸入 因為用磁鐵 我們就把糖果雞用那個混紋針 然後再用把那個夾子上用那個 夾子上用石鐵 然後他就吸住 然後我們按白色的時候 他就會往上升 然後你就用 再用 再用搖桿 然後他一回去 好 OK 他才學 他是每個禮拜六下午學3個小時的 然後學了6個月 他就可以做出這樣子的7歲的小朋友 好 那旁邊這個是三年級的小朋友做的 就是身體感測 他開始的時候他觸碰身體就會有音樂 OK 好 快速的跳過 好 然後另外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老師做的那個墊吉他 就是他用那個就是鐵絲 然後做完吉他之後 他就可以彈那個就是彈奏音樂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水果辨識 這個就是一樣三年級小朋友的作品 他很皮喔 然後你仔細聽一下 他會說我是蘋果 我的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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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嗎 有沒有 對 好 好 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他帶進學校的教學 你可以看到這一些就是我們小朋友 他的一些成果展 小朋友的成果展 好 那這個是我們後來小朋友的競賽 因為這樣推廣完之後嘛 每個老師都會想知道說 所以別人上課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一些觀摩 友誼觀摩賽 那我們最近的一場觀摩賽是在5月30號 做那個7個縣市 就是跨縣市的那個就是競賽 好 那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一直覺得說城市設計好像非常非常的難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說 對小朋友來講創意有沒有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其實我們的推廣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大人有沒有準備好才是重點 創意對小朋友來講一點都不困難 那不曉得大家準備好了嗎 如果你對Scratch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加入Scratch玩家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創意 然後就是做出更多的作品 謝謝 朋友有沒有問題啊 首先我是真的是要為台灣的朋友點個贊 真的是在這場也聽了很多人台灣過來的一些講述 我真的覺得台灣這邊在很多教育方面真的是經驗很先進 我的問題就是我本身也是學那個電子相關的嘛 就是包括Pinnet啊 等等我都有用過 想問一下就是在小朋友 你知道您那邊就是主要是用在7到多少年 我們都有 就是我們在國小的部分啊 就是小學的部分 我們會比較著重在Picobo 因為它比較簡單 然後大概4年級以上 如果說有些比較優秀的小朋友 可以開始先接觸那個Arduino的部分 我就想問一下就是說 這些小朋友在接受這方面來說 他們就說吃力嗎 其實在Picobo的部分 因為我們小朋友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先接觸到Scratch 他因為他先有Scratch的概念 然後才去接受到就是外部感應器 所以他是還OK 可是如果說一開始的時候 你沒有接觸到Scratch 你同時在進行的時候的確是很吃力的 那那是因為我們從2007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先推Scratch 然後因為Scratch推久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好像Scratch玩來玩去都是這樣嘛 就是那隻貓動來動去 要不然就是大家就開始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新奇的 所以我們後來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 就是這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從五年級 因為他前面已經接受過兩年Scratch的行李了 所以他一開始接觸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開始可以把他以前設計好的遊戲 然後變成就是外部感應器的部分來玩 然後他就覺得說 原來我以前設計的遊戲現在可以有新的玩法 然後所以他就開始可以演變出更多新的那個idea 可是如果說你一開始的時候讓小朋友兩個同時接觸 你們發現到說老師都快瘋了 因為你要幫小朋友debug 然後還有小朋友拿到那個東西 尤其說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用杜邦線 杜邦線他的那個接頭非常的小 小朋友戳一戳有沒有 然後都是杜邦線斷掉 不然就是我那個孔壞掉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那個就是 那個外部感應器的那個板子折 就是淘汰率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那時候覺得說這樣不行 我們需要改良他 然後而且我們就覺得說 欸三年級的小朋友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一次從taduno啊 或者從這些比較艱深的感應器開始 所以我們在三年級的小朋友都會用那個pickle ball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比較簡易的那個idea ball 有沒有 他比較簡單 他就是你什麼都不太需要擦 他就是用USB跟電腦連接之後 透過光感應啊 或者說透過那個按鈕跟那個搖桿 就可以直接控制了 他不需要再擦其他的東西 而且我接觸多還可以 OK 蠻不錯的 好 那我問問你 好 就是說這些感受器 主要是我看的主要可以培養小朋友們的一些 創新的影響 是 那麼其他的方面的 你的培養能不能做這個公司來 怎麼直接做啊 嗯有 像其實我們還有一些都是 因為我們是小組 有的時候我們是小組去做 像你剛剛看到那個認識蘋果啊 還有人體音樂 其實都是大概兩到三個小朋友 不是不是 因為一個人的話 有沒有 就是Picot Bowl比較容易 那跳拍Picot Bowl之外有沒有 其實都是小組的那個部分 就是可能兩三個人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說 他們會去討論 然後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他們會去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因為有些人說這個要這樣做 然後人家就會提出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小朋友他就會去思考說 因為我跟你講啊 你的那個程式整體那樣寫有沒有 太長了 或者說那個程式出錯的時候 他們會去討論說到底是哪個地方弄錯了 例如說我們之前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那個範例是坐蝙蝠往前飛 然後碰到牆壁他要飛回來 結果你會發現他碰到牆壁之後 他要倒著飛 然後小朋友就一陣的哄堂大笑之後 他們就會去思考 欸為什麼飛過去的時候是正常的 可是碰到牆壁之後 為什麼他是倒過來飛了 他就等於是那個翅膀在下方 他們就會想說 欸蝙蝠這樣其實不能飛了 那為什麼會發生在我們四小朋友 然後他們會自己會去研究 對 我那個 我其實台南那個這個方式 還是要從舊的來 你其實什麼那個小朋友來講 然後我想知道你這個 去網路的過程 就是說能附在改正是多少人 有什麼問題 我們目前的話就是有七個縣市的老師 在我們這個team裡面 然後其實目前在國小的部分推廣的比較多 然後因為我們從中學以上 因為他們需要考試 就是升學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們的電腦課其實都比較少 那所以我們目前像我們在台灣花園縣 他們是從三年級到七年級全面推 然後在基隆的部分是三到六年級 然後在其他部分我們可能都是一個年級 一個年級比較少 你說那是某一個團隊 然後他 但是那是所有的小學他們的學校都都累了 是 因為他們的縣長還沒有拋了 就說推 然後我覺得你們台灣的教育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年輕後的話 就恐怕是就是能夠做得很厲害 一直在開園縣公園 開園 你以為我會想辦法 能在大陸也幫忙推開一下 對 這個 這個 你們可以在大陸 我一個辦事處處 那我 你可以在這招人 其實我們之前四月份的時候到長州 也有一個是快學研討會 發現到其實這邊也蠻多小學生 就開始接觸了 我覺得這個另外前景是電腦比較好的 所以下一代來比較好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激發他們的就是一些邏輯啊 還有一些想像力啊 就是電腦課不是那麼僵化 就是永遠的東西 對 因為我們這樣子推廣下來之後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小朋友上電腦課的時候 他們都會自己玩自己的game 就是老師有沒有上課的時候講完之後 然後說換你們操作的 每個人都玩自己的不理老師 可是現在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老師都不用講 他們自己會很認真的去做 因為老師只要說 因為我們可能上了三堂課之後 你要講出你的作例 因為你就會發現上課的時候 因為以前我們在上電腦課的時候 老師可能要先花十分鐘訓話 就是你怎麼還在玩電啊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小朋友 他會把握時間 而且他們會非常專注的去談 就是做他們的作品 然後老師上課變得非常輕鬆 就是他只要去指導小朋友 所以哪個部分怎麼做會更好 老師再也不用先花十分鐘訓話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對老師來講 他們覺得最大的改變在這 就是說他現在上課有一點比較輕鬆 就是他的喉嚨不用一直在那邊 你給我安靜一點 你給我安靜一點的 對啦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不錯的啦 算是一個正向發展 我覺得他很能夠希望 我跟教學們看到大陸館 還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如果不給他 也沒有那麼大陸館 我講話的女人如果要再去 某個個人跟我們教學 哪個小事人 你拒絕要做人的 拒絕呢通常都是因為經費的關係 因為其實有些老師 我們尤其像有些女老師 她可能一聽到程式 她就先喔我不行 對她就會先說我不行 可是我們都會跟老師講說 老師你先來聽聽看 就是你先聽完了嘛 有興趣你在那個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在推廣 所以為什麼我們開始鎖定 這10個核心成員 就是我們這種擔心說 欸很多人對她不認識 但你可能一開始找得好 想說你找100個人來 就聽完之後沒有 可能只有10個人參加 雖然符合我們的預期 可是另外90個人可能會去跟大家說 啊那個不好用 那我們就完蛋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 很多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開始有點擔心 欸想不到我們後來發展的 還蠻蓬勃的 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就是其實大家對她的接受度還蠻高的 對你前面就這樣出來 好 謝謝 好 我還有一個問題就問你 但是您要先對說高年級的同學 因為有些考試的壓力 所以你們這些機會少一點 有沒有想到就是把那些高年級 考試的課程的某些部分 說出來是這些程式設計結論 一方面可以推動這個項目 而且可以增加小方的學習那些課程的性質 我們目前在我們的那個臺北市 臺北市其實是臺灣的一個很大的那個 大家都叫他天文國有沒有 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教育資源比較多 那他們其實在升學的部分還是有他們的壓力在 但是我們目前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今年度剛成立的一個實驗教室 就是我們希望說 因為我們臺灣的一個成立就是 就是我們要從真第一變成找唯一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一些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去發展 所以我們目前有正準備要實驗說 如果說你可能對升學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比較沒有那麼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來加入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有成立一間就是實驗教室 但是他目前還沒開始啟用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除了升學之外 我們還是可以給他們一些 可以排解壓力檔的一些課程 因為通常有一些升學率比較高的學校 他們電腦課程都會被借去考試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能夠有一些新的東西注入 然後他們也可以說 要把這個課程借去達成 有一些新的發展 然後可以幫助他們以後去申請學校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加分的依據 我們目前有一些資源都會放在就是網站上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網站 然後還有就是通常我們都是在Facebook上面的 交流比較多 好 對 因為Facebook上面它比較有即時性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一個就是Google Group 可是Google Group就是變成說 你要自己就是比較被動式的去讀取 所以我們比較活躍的是在Facebook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查一下你的Facebook 因為像歐美他們可能五歲的小朋友 就開始在玩Facebook 那他們玩的那個部分 比我們又在高階一點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並沒有去設限 因為我們當然希望說小朋友越早接觸 那他的那個是羅其思考可以越活躍 對 目前還沒有 好 對 希望未來 好 謝謝 好 謝謝